本位早晨 多謝各位萬迷支持 請大家繼續按LIKE 2017年12月3日 各位萬迷早晨 今天 現在的狀態 先說回狀態 大伯剛剛看完 我們作一下阿仙奴那場球 戰果我想大家都一定知道 首先第一件事真的要說一聲 不好意思 昨晚我忘了在Facebook頁出帖 給大家討論 不過我想大家都不會怪我 一場這麼精彩的比賽 我想大家都和大伯一樣 基本上就在專心看球 根本就沒有機會去做任何評論 或者什麼成的 OK 情況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各位未看這場球的朋友 雖然你已經知道戰果 假設你真的未看的話 大不奉勸你們不如現在先不要聽大巴 去找個重波回來看看 我覺得是要看全場 原則未看完全場球 才回來再聽大巴 都未遲 因為這場球絕對絕對值得看全場 如果只看精華 我覺得真的不夠 OK 各位如果真的未看過這場球 可以 你們現在就停止了 可以去看一場球 找一場球再回來聽 好 假設大家都繼續留下 我就當大家看一場球 要說了 這場球實在太精彩 太多事情要說 太多每一個制節 是可以研究的 所以呢 大巴就決定了 今天只會做一個短短的 說幾句一些 比較高層 high level 不是高低的高 只不過是一個概括一點的形容 如果想大家一起詳細研究這場球 明天星期一的晚上10點鐘 現場版 大巴答應你們 我們會跟所有的漫民一起 慢慢去 細味回味這一場 慘性 可以說得上 是慘性的一場球 為什麼慘呢 我想大家都明白 普巴 紅牌 絕對是我們慘的地方 但是呢 這場球真是精彩 記住 今天會短短的 因為大巴看完這場這麼精彩的比賽 都要沉澱一下 第一 第二就是說 說真的 場球太精彩了 我基本上 實在太多東西要 所以想用今天的餘下時間 去做好一些 那星期一 晚上10點鐘 就會和大家一起 詳細研究這場球 現在會講一些 比較上一些 概括的事情 OK 還有一樣想各位 賣迷去做一點點事情 就是說 如果你們真的可以有興趣 明天星期一一起 聽現場版 麻煩 可不可以在 YouTube那裏 這條片 給一個Like 那我就想 統計一下 明天大約有幾多的 萬迷會聽現場版 聽不到現場 不要緊的 聽重溫都可以 但是呢 很想大家 給一個Like 在這條片上 大巴可以統計一下 明天究竟 預計有幾多萬迷 一起去談這場球 OK 真的要講講這場球 那 我之所以講慘性 就是說 真的 那一個紅牌 我覺得 如果你們問我 第一時間要上訴 希望打得掉 因為打不掉 下一場萬事打飛 沒有了泡巴 我想大家都明白 那作為一個萬迷的心情 是可以爭多遠 這是第一件事 重點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如果說Man of the Match 就是全場的最佳球員 老實說 不要又罵大巴了 大巴這次會被 所有兩隊 都有出場的球員 全部都是Man of the Match 說真的 一場這麼高水準 一場這麼好看的比賽 其實每一位球員 都有他貢獻的一個部分 OK 那真的 我想 你們可以給自己意見 誰是Man of the Match 但是我覺得 這次的Man of the Match 是MEN 就是不止一個 全場 無論是正選後備 兩隊的球員 還要加上 雲家和摩尼奴 我想 都是Man of the Match 他們 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今季 暫時這一刻 老實說 我已經覺得 這場球應該是 最精彩的一場球 好 講一下這場球 一些概括性的東西 第一 這場球的 戰果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萬連作客 3-1贏了 分別最大 就是把握能力 第一件事要說 就是分別 就是把握能力 兩隊的把握能力 的確有個分野 但是 這跟我們之後再講 最重要的一點 都有一個聯繫 第二件事 就是 暫在我們萬連球迷的立場 就是看到 尤其是上半場的初段 老實說 不好意思 大巴又要認 真的用了大巴那一套 跟你搶 頭十五分鐘 先搶了你 希望搶到你 一個措手不及 結果真的 讓我們入了兩球 是否十五分鐘之內 我們入了兩球 非常漂亮的入球 我們那兩個 頭十五分鐘 是兩射門 兩中 龍兩入球 跟一場的情況 是一樣的 一樣的 我們的把握能力 和第一 開場就跟他搶 那些東西 是令到阿仙奴 招隔離 第二 沒有球走動 絕對做得到 我想Eric 跟我們其他賣迷 經常說過沒有球走動 Anthony也有說過 我記得 這場 尤其是上半場 已經投了十幾分鐘 完全全數字 給大家看 所謂的one touch football 即是一碰就加職 第一時間搞球的 football 我想 投了兩球入球 都已經表現出來 說真的 我呢 就 要慢慢截圖 跟大家說 OK 當然 我們 球場 馬面上看到的 連格德 在這兩場 上一場 布福特和阿仙奴這場 的無球走動 可以說是 表表者 如果 硬要選一個人 他是比較潛先 但我已經說過 man of the match 兩隊 所有出場球員 都是 OK 接著 再說 第三 也是我覺得 這場最重要的 最大最大的分野 和把握能力 有一個聯繫的 就是 防守 我想很多萬迷 都經常想希望 摩尼奴進攻 多一點 但防守 也是一個基石 你現在 就可以見到 這場球 最大的分野 為何對方的把握能力 沒有那麼強 其實最大的分別 就是我們的防守能力 的而且確 是比阿仙奴 不少 這就是見到的分野 戰果也能表現出來 很多球迷 會說 中立球迷 尤其是 Possession 阿仙奴拿七十多 當然是拍大巴死手 我想告訴大家 說得這些球迷 都很肯定 是沒有看全場 只是看了戰果 或者看了精華 OK 大家看全場的球迷 無論萬迷 或廠迷 我都相信 這場球是否真的 好像Possession 一樣 是八比二之比 大家自己 作一下評論 大巴就怎樣都不認同 這場球 肯定不是八二之比 OK 摩尼奴也是 適當時候 才拍大巴 肯定 不是全場都拍 而且是適當時間才拍 老實說 在一些適當時候 你不拍大巴 你不防守 就是 輸球 道理上 如果你說 死都要攻 怎麼都不拍大巴 或者不防守 簡單來說 概括隆通 就贏不了 很簡單 不過這場球 阿仙奴的防守 我覺得 除了 有個別時候 不是那麼專心的話 其實大部分時間 都是可以的 我覺得 也要贊一贊 阿仙奴那邊 說真的 總之也是那句 這場球最大分野 真的是防守 我只能夠用 血肉長城 來形容我們 萬元的防守 但是那個防守 不要忘記 是贏著2比0 大家要想清楚 贏著2比0 是不是應該要防守呢 自己決定 不需要聽大巴說 OK 也是那句 血肉長城 導致我們可以贏到這場球 但是這場球 怎麼說都好 真的 就是95分鐘的精彩賽事 重新一次 我肯定會再重看一次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我絕對再重看一次 第一 就要多看一些漂亮的圖 我們可以星期一 電場版說 第二 這場球絕對值得重溫 OK 講到最後 我都要重新回 開頭一點 就是 普巴這個紅牌 真的一定要上訴 一定要打 因為打不掉 就很大件事 兩個角度 第一個角度 金場球 普巴共現了很多很多很多 亦都開始見到他球星 那個星味出來了 大波 打不起來對波 那個球波 說真的 3比1 你說不是普巴 是誰 OK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說如果 萬成那場球沒有了普巴 真的很擔心 很擔心 真的可能90分鐘拍大巴 因為沒有了普巴 而且在進攻方面 是差一點點 可能要重新想過 所以這個紅牌 我覺得無論怎樣也好 怎樣也要值得上訴 很老實 究竟是否真是紅牌 看晚鏡 真的踩到比拉連那裡 但他這樣高速衝動的時候 是否真的能控制到呢 我有一個問號 說真的 我有一個問號 心裏面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OK 說了 今天這條片 就會短短的 但其實這段片 只是一個叫做 引指來的 說真的 我覺得精彩的評論 當然大家會看其他精彩的評論 但如果站在拍大巴的立場 和萬迷早晨的立場 我會留下所有精彩的東西 第一 我要沉澱一下 第二 我會在今天的時候 會重新再看一次場播 以及CAP一些相關的圖 一些精彩的地方 想跟大家研究 第三 當然 星期一的現場版 十點鐘 有你們的萬迷 大家一起參與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 所有精彩的東西 我覺得 希望可以在星期一 十點鐘的現場版 在哪裏看 拍大巴的Facebook page 當然 Youtube也會馬上上 做一個重溫 因為我知道 真的有萬迷 是看不到的 現場版 不要緊的 看重溫一樣的 大致上是這樣 今天就想先說這麼多 因為實在 實在太精彩了 我真的真的要消化一下 OK 星期一的現場版 再見大家 拜拜 星期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